日前看到,大布比华利山别墅录得本年第二中成交。单位是银池径单号屋。实用面积1597方尺。成交价1510万元。尺价9455元。原业主2009年4月以1309万元于二手市场买入单位。 持货近十年,账面获利201万元。升值15%。报道说是该屋苑罕见的赚钱个案。比华利山别墅是有名的炒家英雄宠。楼价多年不升。据说,很多涉本出售。然而,我计算过去年,一共有44宗成交。其中19宗赚钱。22宗食钱。3宗平手。 本年的第一中宗食百分之五出售。诈汉者成绩也不太差。不过如果把这十几年的楼价总升幅也计算上去。 就的确很恐怖了。作为地产发展商。四宿的定价之准成。也实在太令人佩服。 再细汉。最灾难的是1597尺的最小单位。其实只是大上几尺的1606尺。 成绩已经好上很多。1902尺和2000多尺的。价格就很平均。楼梯占不小面积细洋房不实用。 就我的经验。买洋房小单位很大获。因为就楼梯等等。已经好去了不小面积。 很不实用。不过6000多尺的最大单位。成亿元一间。管理费2万元。 就很欺负人买了。至于我的个人意见。大部独立屋之中。最好当然是康乐园。 因为可以拆卸重建。间间不同。有的很有品味。 其实比华里山别墅的交通已经改善了很多。以前那条三门仔路简直是村屋的水平。 扩阔后已经是可以接受了。我在月前经过。简直有耳目一身的感觉。 请不吝点赞。